灌输正确交通观念 期盼可以从小烙印在学童心中 进而减少交通事故意外发生 花莲县警察局玉里分局交通组 特别前进了卓西乡太平国小 实施交通安全宣导 为了灌输正确的交通观念 期许从小就能够烙印在学童的心中 进而减少交通事故意外的发生 花莲县警察局玉里分局交通组 称办人警员钟晓敏 前往卓西乡的太平国小 许施交通安全的宣导 基于进行将到辖内各国中小 进行交通安全宣导 特别针对行人路权 红绿灯停等 以及久后不得开车等相关观念 加强宣导 希望能够将相关的交通安全观念 从小建立于学子心中 让我们花莲南区的交通 能够更加的安全以及顺畅 这一次向学童宣导 认识道路上的交通号制 标志以及标线 教导如何正确过马路 以及应该要随时注意来往的行车 而夜间应该要穿着鲜艳 以及反光衣服 以提升学童们对交通程序的认知 强化遵守交通安全的观念 记者高中双语镇采访报道